女人看着眼前黑人的照片 嘴角不自觉地露出回味无穷的笑容 原来 她曾背着前男友和黑人有过一段露水之情 但是 两年前这个叫马克的黑人 在海地被当地的黑帮枪杀了 看来想知道夜市的位置 就得穿越到两年前了 卡西叮嘱科尔 回到了2014年千万不要和他见面 科尔虽然很疑惑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当科尔穿越到海地时 刚好看到卡西和马克在做不可描述的事 怪不得卡西不让科尔和他见面 隔日 科尔装成病人想要靠近马克时 突然身体开始闪烁 竟然自动地传送回了2043年 当希利博士等人察觉到时 科尔又突兀传送走了 而科尔受到时空干扰身体差点崩溃 开始流鼻血 随后他利用鼻血装成病重 成功引起医生的注意 混进了救助站 看到一边的马克 科尔记上心来 谎称还有朋友病重让马克随自己去救治 眼看就要忽悠成功时 卡西突然注意到了他 科尔吓得撒丫子就跑 此时由于病人太多严重缺少药 卡西便让马克出门代谢回来 马克走后不久就遇到了神秘老头 想要逼问出夜市的位置 怎料科尔从后偷袭 随后老头一把将科尔甩飞出去 刚要捡起地上的枪 科尔拿起一边的酒瓶 猛的一挥 划伤了老头的脸颊 老头看到自己的帅脸被划破 惊慌期间逃离了这里 这时马克也认出就是这个老头屠杀了实验室 科尔让他赶紧把夜市的位置告诉他 马克说其实他也不知道具体在哪 因为他们进去时要蒙上双眼 而且位置一直都在移动 就当科尔以为这一切都白费时 马克却告诉他 在他逃跑时 夜市正在升级一个叫做大燃气的设备 这个设备可以在病毒发生泄露时 自动喷发高温火焰 烧毁夜市里的一切生物组织 所以说只要能够找到大燃气 也就能够找到夜市 看到马克离开的背影 科尔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为了不被十二猴子军团找到马克 科尔忍痛杀了他 然而凡事都有因果报应 这边科尔网杀无辜 那边未来2043年同时也遭遇到了危机